我先把機率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向下填滿 那102年的話呢 當然其實如果做完一個之後 你要把它拉過來也一樣 你可以複製一下 取消 切到這邊來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可是貼上的時候的話 這邊把它改102 這邊把它改成102 可是問題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追100打勾有沒有 你可以看一下102是不是到追100 你Ctrl向下 它是105 所以你可能要改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102 第二個的話呢是什麼呢 這邊記得把它改成105 有沒有 追105 追105 不過這樣好像有點麻煩 所以有沒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這邊的話可能推薦給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剛剛這個範圍的部分 請你先記得 有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把這個範圍 你先預先定義一個名稱 那什麼叫定義名稱呢 就是以後這個範圍 我就用一個名稱來代替 名稱的話 比如說第一個我先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一樣按選取向右 Ctrl向下 1 2的話這個範圍 我給它一個名稱 名稱叫什麼呢 叫101年嗎 不過特別是說 名稱請記得 它不能用什麼 它不能用數字開頭 所以你不能打101 Enter 它不接受 所以怎麼辦呢 乾脆我取一個名稱叫 開獎101 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 1先選取放 2 在它的左上角這邊有一個格子 上面打一個開獎101 好了 為什麼不101 因為不能用數字開頭 開獎102跟它一樣 所以名稱一樣 所以我Enter 然後記得喔 Ctrl11好了 因為等一下開獎102一樣 記得喔 你這邊Enter之後 記得再Enter一下 這個可能要Enter 它才會把名稱加進來 那你可以在哪邊查到 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這邊就有個開獎101 下面就是參照到的範圍 以後用開獎101 就是這個範圍了 那102怎麼做呢 一樣 把這個範圍 先向右 然後Ctrl、Shift、向下 這個名稱呢 貼上好了 因為我剛剛有複製 把它改102 Enter 你再到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看一下 102 它就對照到這個範圍了 那我們取用的方式很簡單 跟剛剛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再做一次喔 1 插入函數的時候 一樣先用Count if Range 剛剛是點過去再選 有沒有 現在不用了 現在只要記一個按鍵 F3 這個F3指的就是剛剛那個範圍 有沒有 就有點像 反正我覺得今天定義好之後 以後我F3 我就把這個名稱 或者你當然你可以自己打這幾個字 開獎101 自己打上去也可以啦 不過好像用按F3好像比較快喔 然後呢 Criteria一樣就這個 按個確定 然後面的話呢 就是除以什麼 除以 Count 開獎101就可以了 其實比較聰明的辦法這樣 把這個複製有沒有 貼過來把衣服拿掉 有沒有 然後把 豆點這個A2拿掉 這樣打勾就可以了 向下填滿 好 那這個怎麼做呢 這個一樣嘛 把這邊 Ctrl C 取消 然後把它貼上去啊 不過這邊的話呢 可以少改一個 改 開獎102就可以了 因為剛剛開獎102也是那個範圍 OK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啦 這樣 向下填滿 OK 那 雲端上面的畫面就是用名稱定義喔 所以怎麼樣去定義名稱 這個我覺得還蠻重要 會讓你的公司變得簡單很多 名稱定義 再來順便講一下就是那個 我們如果說要把 呃 資料變成萬分之245的話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那格式裡面的話呢 欸 請你找到什麼呢 有沒有什麼分之幾有沒有 這邊有個分號對不對 那分號裡面的話 有沒有 好像沒有萬分之多少的 好像最多只有到百分之多少 沒有萬分之多少可是有百分 可是其實道理差不多 所以怎麼辦我前面有講過喔 你如果找不到一模一樣的格式 可以找接近的 然後再做什麼 修改 制定一下有沒有 那萬分之多少跟百分之多少差在哪裡呢 這邊不是再補兩個零比較好 這樣不就OK了嗎 那十萬分之多少 不再補一個零就好了 反正這個地方應該可以理解啦 你就是先切到分數裡面的 往下找到百分之多少 再制定一下 把它改成萬分之多少 OK 按個確定啦 這樣的話OK了 然後你把它向下填滿 全部都OK 那這邊怎麼做呢 這個是格式喔 所以如果說你要把這個格式也帶過去 你不用傻傻的再做一遍 你想說 啊老師我再做一遍 再制定不用 最快的方法是什麼 這邊有個刷子有沒有 叫複製格式 你可以把這個格式 點一下 再點給它 把這個格式給它 它有了 那你再把它點兩下 這樣也有了 那合計的話呢 就是兩個相加 所以等於 先打個等號 它 加上 它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合計很簡單吧 打個向下填滿 好 先到這裡好了 那我把重點回顧一下 1 101有沒有 向右向下 名稱改一下 一樣的方法 向右 在Ctrl-Shift向下 然後呢 你可以到公式裡面的這個名稱管理員 確認一下 那如果你太多個啊 我之前好像同學有做好幾個都錯了 你就錯了把它刪掉 確認一下範圍 未來呢 如果你要存取這個範圍的話 記得喔 這個地方 請你按一下什麼 F3 它就跳出來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好